港府宣布調升外融的規定最低工資 由目前的4110元增加到4210元 增幅2.4% 若僱主選擇為外融提供膳食津貼 有關津貼將由現時每個月不少於964元 增加到不少於995元 增幅3.2% 新工資水平將適用於10月1日 起簽訂的所有外融合約 政府發言人說 今年的檢討案既定機制 仔細考慮香港過去一年的整體經濟 及勞工市場情況 包括工資及物價變動等一籃子經濟指標 亦考慮本港未來的短期經濟前景 在平衡僱主的負擔能力 及外融生計等前提下 決定作出調整 ONTV都往電視新聞台